大家看看这幅图像啊 这幅图像的质量呢 非常的高 那你能猜出来 我们是用多少部采样来生成这幅图像吗 其实呢 我们并不是使用传统的25部采样来生成的啊 这幅图像的生成呢 仅仅用了8部 所以说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新的模型 是一个8部采样的flux模型 那我们单看质量上来讲的话呢 它和传统的25部采样生成的图像呢 应该说是可以比较高下的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你真正用它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去注意的 那么这些细节都是什么呢 下边呢 我们从头说起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叫做flux-hyp8啊 就hyper8 那么这个模型当然是在我们传统的flux模型上进行微调出来的一个新的模型 那其实呢 它是一个系列的模型 我们通过下边的这个列表可以看到 这个里边呢 有我们的量化模型 有q4的q5的q8的 那还有呢 我们比较安全的通量模型 这里边呢 有我们的e-rf16的和rfp8的 它主要的区别呢 就在大小上 那你可以根据你电脑的配置来选择合适的模型 在这呢 我还是选择这个模型来作为我们的实验模型 来给大家展示整体的效果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不够高的话 你可以采用量化模型的方式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构建这个工作流 首先呢 我们来构建一个标准的flux工作流 我们来增加一个case sampler采样器 把对应的节点给它连上 然后我们改写一下这个参数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flux工作流 下面呢 我们选一个合适的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呢 其实是一个人物的近距离的拍摄 也就是一个特写的镜头 下面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flux模型的一个标准的输出 那下面呢 我们来把这个模型给它下载下来 放在我们的unit模型下边 然后切换一下模型 切换成这个 别在这不用变 然后我们把采样部署调成吧 然后我们先生成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幅图片 当然这个图片主要是它采样的过程当中 可能并不是一个写实的模型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给它加上一个tandre 对方我加上hdrphoto 那我们再来生成一下 大家注意 现在我们只有8部采样 整体的质量感觉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我们总觉得这个有些问题啊 这个主要是视角离得特别近 这样我们换一个提示词 让这个视角稍微的远一点 可能这个就能看出来啊 就是说它整个呢 这个是比较模糊的啊 其实呢 它在一些细节上处理的 可能还不是特别到位啊 比方这个地方 你可以多生成几张观察一下 这个也能说明问题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它总不是一种特别好的写实模型 那原因是在哪呢 原因是在采样方法这 如果你选择ola和滴滴 I am going uniform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有时候我应该用什么呢 是不是应该用我们传统的ola和normal呢 那如果你要用传统的ola和normal 这种方式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速度呢 当然会更快一些 这个写实的这个感觉 倒是出来了啊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亮度是不够的 或者叫饱和度是不够的 总给人一种蒙蒙隆隆 总给人一种蒙蒙隆隆的感觉 所以说呢 这个也不能选择ola和normal 那我测试下来呢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呢 是ola和beta ola的采样器 然后beta的一个schedule 大家感觉一下啊 它整体的感觉呢 就要好很多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是可以采用这个 simple的方式也是不错的 大家感觉一下啊 这个simple的方式呢 也是不错的 当然呢 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啊 就是 这个饱和度和整体的对比度呢 其实不够明亮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当它是一个近景图片 和是一个圆景图片的时候呢 它整个图片给人呈现的这种 对比度和清晰度呢 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其实如果说你想让它变清晰的 你可以适当的来增加这个采样部署 比方我们增加到传统的25步 它就会变得很清楚 这样呢 你会发现它整个就很清楚 当然如果是这种应用的话呢 这个模型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啊 所以说那我们一般还是采用8步 或者你可以采用16步 那也就是当我们采用这种模式的时候呢 使用中景的这种视角 其实是牺牲掉了一部分清晰程度啊 在近景的时候呢 不会特别明显 待会儿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下面呢 我们再换一个提示词 因为这个讲课的女孩呢 出现背影的概率呢 非常的高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换一个提示词啊 让它面部出现的概率更多一些 一个动画效果 可能我前边那个提示词给它删了啊 我们再一次给它加上 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啊 我们再换一个吧 这个女孩的年龄有点小 尽量呢 我们这里边不要出现儿童啊 为了安全起见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感受的比较明显啊 就是说它整个的这种清晰度是牺牲掉一部分的 那另外的话呢 有很多人呢 会采用一种方式来优化生成结果 就是优化这个编码器啊 就Clip-L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很多人会用这个东西来替代 就VIT-L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有人说呢 其实感觉不出来 我觉得在远景层面上呢 这个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编码器 一个报复脸的主页啊 这里边呢 有一些说明 我可以给大家翻一下 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在整个这个系列里边呢 你注意一下 就是带text的这个model呢 一般呢 是针对有文本的这种图片进行优化的 而带smouth的这个 是对没有文字的这个图片 进行优化的 而这个GMP的这个啊 基本上它的意思是不用了啊 你仍然可以下载它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到它的模型的这个目录里边 可以找到你需要的这个模型 我现在下的是这个smooth版 932兆的这个啊 当然呢 你也可以下载这个带text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啊 或者你下几个来试一下 下载完之后呢 放在我们的clip目录里边就可以 好下边呢 我们选一下 就是把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切成 best smooth 我们再一次生成 大家注意啊 当加了这个编码器之后呢 我们生成的脸呢 会更加多样化一些 就是说 不会生成很多的那个 具有flux特性的这种面孔啊 尤其是东方面孔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面孔生成的 它就会更多一些 那在中景的时候 还是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它会牺牲掉一部分 这个清晰度 如果你想提升 就把这个部数 给它提上去就行了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近景 近景的话呢 是表现最好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个面部特写的 看一下啊 这个面部特写的 这个效果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的25部采样 这个效果已经没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采用的是一个中间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调整一下部数 这个呢 也就是说一个模型 这个采用部数呢 是不固定的 你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定 另外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就是 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跟我们的laura 进行无缝的结合的啊 那比方说呢 我现在可以加一个laura 然后我们选择 我们自己训练的那个laura 我把这个laura的强度呢 设成0.5 然后我们加上出发词 GANLOS 就是说即便是8部采样 他在使用laura的时候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里边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个人物生成的这个效果 其实有点过啊 大家在使用这种 8部采样模型的时候 这个Gadance的值呢 可以稍微的降低一点啊 你可以到3.0 或者是2.5 那这个效果 可能会更好一些 感觉一下 大家看一下都是非常漂亮的啊 那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说你采用8部采样模型的时候呢 可以采用这种优化好的 VIT-L模型 也可以采用不同的采样器 和我们的scheduler 但是呢 在使用这个8部模型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 当我们采用中景和近景的时候呢 它整体的表现呢 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中景的话呢 在饱和度上 和清晰度上 都会有一些牺牲 但是呢 在近景的时候 这个问题呢 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突出 另外呢 唯一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大家采样的时候 不采用ola和normal的形式啊 这个呢 清晰度是完全不够的 好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8部的快速采用模型的一个讲解 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试一下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